《不愧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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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玩吧 好可怕 好可怕 到底不能拍你 我现在跳舞了 我现在跳舞了 抓过你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欢喜影视这边一看 好 大家看着你 欢喜大世界 HK是不是 有什么 对 夏威力 等一下 你们在聊什么 为什么没有等我 我们在聊为什么你这么迟来 我刚刚被判断出来的 什么 你们不要胡聊 两位请就座 这聊游戏真的要过年了 夏威力 再叫你 来 再把你的宠物带过来 好 为了我们 你把你的宠物来到这边玩 真的 Chef 我看今天你主要的食材 就是龙虾 对不对 今天你要煮的是什么样的菜色 Chef 我的龙虾是特别一点 我会拿来泡烧水 半熟 然后去拿来剪 这个哪里剪 最简单 这样我帮你取个名字 好 清爽龙虾卷 漂亮 对 对 好 那你赶快去准备 好 有请 可以 刚才送走的龙虾 对不对 现在要迎来杨志龙 对 好 这样可以接 你走一走 旁边这位美女呢 对 叫美月 对 我是美月 请问你职业是什么 理财顾问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你们这个组合很好 对 因为我们有食材题 还有数学题 各失所长 今天这一组胜算数比较高 很难说 我们旁卫这位帅哥也是来头不晓的 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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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所以请问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 我是个花圃的经理 花圃 对 之前是做什么 之前有做过空少 空少 也做过美容顾问 美容顾问 所以经业丰富 生活经业很丰富 而且你知道我几年前 还跟德莱演过戏 真的 她也有兴趣对于演戏 对 她刚才给我看照片 以前我们也已经演过戏 太不可思议了 对 很多兴趣 很有活力 对 而且生活很充实 充实的生活很重要 对 重点是有做过厨师吗 厨师没有 没有关系 凤林也是很会煮的 凤林会煮 谁会 真的会煮 我喜欢 但是比钟情节可能差一点 这个还会摆盘 这个很会摆盘 她每次只会拍照而已 爱心的餐给她爱心餐 所以两组是实力相当 差不多了 有希望 真的 500元 她应该有500元 所以为了这个500元 她有龙虾大餐 大家卯足全力 好 准备了 第一题 请问 龙虾的储蓄有什么功能 A 感知环境 B 攻击 C 呼吸 来 请亮出你们的答案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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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错就一起错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两组的最终目的是要打成平手 共分享 共分享 好 来 答案是 A 恭喜 感知环境嘛 对不对 对 因为她的眼睛呢 其实她是没有办法察觉到什么颜色跟图像的 所以她就用她的触须来感觉她周围的环境 所以恭喜两组各得一分 好 现在目前是打成平手 但是我们还有重点题 重点题不是一分 是三分 来了 而且这个重点题 我们要先来抢优先回答的权利 是 来 今天的挑战 考不倒大家 这个你们要挑战的工作就是 把它倒出来 倒出这个50毫升的橄榄油 对 这个其实也不用一分钟了 这个我觉得给大家十秒就够了 来 来 十秒 计时 开始 好 倒在碗里面 可以 可以 很简单 来 拿个两杯 过得一点 50毫升 50毫升在这里 第一格 准备 来了 有多接近 好 来了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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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接近 50 50 这么短啊 真的50 真的 真的 怎么这么短啊 50吗 有没有看到 真的吗 真的50 真的50 真的50耶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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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来不及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等一下 因为我们在猜这个 因为刚才我这样一看 我觉得它有100 100毫升 所以我就讲如果它的一半就差不多了 一半 以这个来做 聪明的小孩 常下厨 又有智慧 30 对 30加 没有关系 他只是抢到那个优先回答权 未必先答对 好的 我们的重点提来了 请问 2020年财政预算案为所有年满几岁的国人填补一次性的500元既能创前程的补助 A 25岁 B 30岁 或C 35岁 刚才他一看到这一题的时候他就 他就直接拿笔记来 哇 连ABC选项都不需要 是 来 直接做答 直接做答 看一下 直接做答 来 你们也鼓掌 为什么 因为是正确答案 真的吗 你们怎么知道呢 你们有用这笔钱吗 有用过 学什么 用来学美容跟护肤的课程 厉害 来 正确答案是A 25岁 是 除了2020年填补的这笔500元的技能创前程补助 Skill Future Credit之外 其实政府也在2016年派发了500元的补助 换句话说 我们总共有一千元的填补额 可以让大家报名上这个Skill Future的课程 是 而且从去年的9月开始 技能创前程的补助 还能用来订阅网上的微型课程配套 每一天只需要花10分钟 对 10分钟就可以学习到一个新的技能了 是 所以你们都用过了吗 没有用过吗 没有用过Skill Future Credit 我本身没有 但是我在帮我妈妈查 有没有那个插花斑 我想跟她一起去试 因为都有兴趣 对 对 我这样一支储蓄 等下有一天我开了 有一万块 回来了 那个2020的500元最初 然后2025就会结束 真的 真的 对 厉害 你有检查 2025 还差不多了 你还可以慢慢整个一两年 所以有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说你报名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比如说是300块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Skill Future Credit 来扣 扣了300块 然后你还有200块 也可以再上别的课 如果另外一个课就是300的话 你只需要还100 因为你还有200在里面 很好 对 也就是说500块 不一定是要一次信用完 对吧 不一定 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 除了这个补助金以外 政府也把技能创前程认证的 课程学费的津贴 提高到了90% 减轻了所有想要在中途转业的朋友的负担 90% 很好 所以你多学一门技能 就可以提升竞争力 也可以保住饭碗 是最实际的方法 是 活到老 学到了 真的 一定要 而且我们一定要不断地转型 因为经济也一直不断地转型 对不对 好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这个Skill Future Credit 因为2025年它就要继续了 好 我要问一下 那2016的几次负担 没有负担的 那个没有的 对 那个是一次负担 是的 一个有做功课来 但是没有抢达到 一个 好 Chef 坐在你们后面 应该可以让你们激发到你们 那你们等一下 希望是可以 有好的成绩 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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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f 这个就是半生熟的龙虾 对了 半生熟 然后再放一些咖喱粉下去 放咖喱粉 然后再煎 你不晓得吗 Chef Charlie是Chef Curry Chef Curry Chef Curry 他一定要有咖喱粉的 没有咖喱不欢 对 他的海南咖喱很厉害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Chef Charlie现在要开始煎这个龙虾了 对不对 所以你是要在那边学新的技能吗 对 技能创前程 好 所以现在Chef的那个菜肴差不多也要完成了 就代表我们要赶快找出今天的赢家 好 下一题 食材题 来 请问 黄瓜的主要成分是 A 淀粉 B 水 C 纤维 这个送分题不是吗 送分 而且女生一定懂 真的吧 1 2 3 请取牌 B 来啦 正确解答是 B 恭喜两者 是 所以黄瓜的水分的含量是大约90%左右 换句话来说 黄瓜主要的成分就是水 对 因为黄瓜呢 其实它只有很少量的淀粉还有纤维 所以它含的热量也相对比较少 所以黄瓜也被当成是瘦身盛品 瘦身盛品 来 重点题来了 好 要抢一下优先回答权 好 来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黄瓜切成细条 好 如果太粗的话又包不起来 好细 太细的话又没有口感 好 实现的是一分钟 60秒 没问题 3 2 1 请动刀 这什么牌吧 你看阿Ben这一组 你看 你看凤铃这一组 阿Ben 好笑的是什么 不 请问你戴手套是要干吗 一人一个 你不懂吗 他们叫你一人一个 不是 凤铃 但是你们给的刀也太大 你动食材的那只手才应该戴手套吧 救命啊 可以吗 我觉得这次我们直接宣布赢家 可以吗 太紧张了 你们今天快点30秒了 用手不需要手套 我可以站起来 你来 来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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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技能创前程补助的甜补 A 250元 B 300元 C 500元 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应该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来 正确解答 C 恭喜 Avenda 满贯 又得了 什么 放箭 得了 放箭 得了 放箭 得了 万事如已 你们有2分 2分 保世成双 恭喜 恭喜 好 下次让大家解释一下 还要解释一下 对 所有40至60岁的国人 都可以获得额外 500大元的技能创前程补助 SKU's Future Credit的填补 来帮助他们中途转业 是 而且这笔额外的补助有效期 是2020年10月一直到 2025年12月31日 刚才Felice也有提到 很厉害Felice 所以还没有用完补助的朋友 赶快去找一找 适合你们的课程进修吧 太好了 不过讲到这个中途转业 听说我们的这个得来 应该是有一些心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 人可能到了某一个年龄 要做一些生活上的改变 尤其是重大的抉择 都能跨出那一步 对 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推动力 就是在去年 将会进入这个花圃 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所以很难去找到客户 不能跟人接触 对 跟职务接触 真的假的 对 我其实开始的是做兼职 可是越做越有其境 就是觉得这行业也不错 所以现在变成我的职业了 可以跟他的名字一样 德莱普利 好有文采 龙哥 所以冲着自己就是最好的投资了 开始摆盘了 Chef 你准备好了吗 最后的奖金 好了 就上菜了 太好了 那今天是我们做一集吧 对 所以Chef 我们准备的这个料理也非常特别 花了很多心思 对 吃了可以过一个大肥年 大肥年 谢谢 谢谢 Chef 那个生菜是什么 为什么它的形状那么独特 好 它的生菜是一个 是新品种 是新加坡本地 自己研发的 发送出来的 新加坡之光 所以Mustard Leaf吃起来 是有辣辣的感觉 像是芥末 像吗 这个我吃了 我跟你讲 讲一下 吃一下 厉害 会挤柠檬 一口下去 一口 我放白眼 吃到 吃到 我吃到 嗨 怎么样 快点讲 第一口吃下去 那个姜末 给我感觉有海南鸡饭的感觉 是鸡 是龙虾 但是咬下去 那个龙虾的口感 真的是很弹牙 很新鲜 好 这个菜 它真的带有一点点的 那个Mustard的香味 但是不腥 不辣吗 不辣 它的是这样的 假如你配菜的话 就不辣 假如你这样吃的话 100%是辣 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怎么样 梅月 辣 有一点好像 芥末的味道 单单这样吃 真的像芥末 节目来到这里 然后每一集 都只可以看人家吃 我们都没有得吃 有 这个真的是给人的 怎么好意思 过年 就是 因为主持人 我觉得很辛苦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果想要尝试 做这道料理的话 加上米沃 就可以看这师傅怎么样 一步一步地做 是 要过年了 学这道菜 好过年 当年菜也不错 对不对 对 所以祝大家过个大肥年 祝大家过个大肥年 祝大家过个大肥年 今天欢喜大餐室 圆满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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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一集方程式赛车 对 真的 这一台是给我儿子做的 不是给你做的 你不要弄坏它 可以吗 你的椅子在那边 怀念 好 有童真 对 好 所以 但哥最近忙些什么 忙过年 因为多几千就过年了 对 还有就是生意 但是我觉得 最忙的应该是谁 你知道吗 谁 应该是兵哥 为什么 因为过年期间 他的中餐馆一定很忙 爆满 年年有余 对 建兵厉害 我看他要忙主持 要忙唱歌 要电台 要生意 山头路背 生生水起 坐我旁边这个 更忙 哪里 他拿到中医执照之后 经常在网上开直播 跟大家分享养生之道 对 你们真的是身兼多池 横跨不同的领域 真的佩服佩服 不好意思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你们都那么忙 为什么还要尝试 尝试这种不同的领域 钱不够用 但说真的 我觉得就是学多一样东西 就是可以多一个技能 可以维持你的生计 对不对 好像我做副业的原因就是 第一 我喜欢煮 所以现在我把副业 跟朋友一起搞起来 也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对 我也是这么讲 因为你知道吗 反正现在就有这个 技能创前生的补助 大家善用它 找具有兴趣的课程去上 上得又开心 又可以学新的事物 而且可能还可以交新的朋友 对 是 我之前就一直鼓励妈妈 去学一些她有兴趣的 然后我就帮她找一些插花的课程 刚好我刚拍完戏 我也想要跟妈妈一起去上课 今天有个花叉在身上 在你身上好像有一点点 对 OK 说得很有道理 其实有多一个技能 你的人生就会更丰富 对不对 对 兄弟 你说到重点 现在只要是符合资格的那些低薪工友 他们在完成培训课程后 还能获得高达一千元的持续技能提升奖 太棒了 对不对 太棒了 上课还有资产 上课还有奖金 对 很好的奖励 但是我总觉得长远来说 要帮助这些收入低的朋友们 解决他们的经济困境 最直接的了当的方法 就是提高他们的薪酬 让他们加薪不就得了 对 说到加薪 不知道老板们有没有听说过 政府会透过这个渐进式薪金模式 为不同领域的低收入员工 提高长远收入 比如说餐饮业 零售业 垃圾管理业 通通都被月入今年调整的行业中 我还知道就是在这个计划下 就是比如说十位 十位那些低薪的工友 有八位他可能就是在两年内 可以增长他的那个收入 比如说现在我拿一千两百代 两年后可能就可以增到一千五百 然后四年后可能可以增到一千九百元 不错 步步高升 真的 不过我觉得身为消费者 我们也可以出一点点的免力 去帮助承担一部分的费用 比如说我们去博客餐厅买 肉串米吃 只要稍微付多一点点钱 就可以帮助摊主 可以支付更高的清洁和垃圾收集的费用 对 你们几个说得都对 给自己鼓掌一下 超级的小孩 不过不管有没有这个制度 我们每年 我每年都会给我的员工加薪 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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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狗腿好不好 冰哥 你是一个好老板 你要请助理吗 对 很有空 那金明大哥 你有没有 是什么来的 等一下 我 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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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有问题想问 因为刚刚我听说 只要符合资格的低薪工友 在完成培训之后 还可以拿到持续技能提升奖金 我知道 高达一千元 可以 你这样 太厉害了 你要坐这 可以 可以 太开心了 你答对了 然后我还有酱盆 要过年了 大家开心了 什么 什么来的 帮你 帮他 可以 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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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看你自己的熟悉了 干什么 现在有什么东西 现在有奖品 真的有奖品 有奖品 有奖品 什么号码 什么号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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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奖品就带他回家 不方便 我更不方便 有礼物 恭喜你 获得了这个奖品 哇 你用挖的 要护你了 对不对 大家都有 哇 来 来 来 换一分 一分钟吃的 都会给你摸的大奖大奖 大奖 大奖 安迪Lucy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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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礼物啊 对 冰哥你有吃过这个糖吗 哇 这个奶嘴糖 其实错了 这个不是奶嘴糖 这个是戒指 因为它是一个 diamond shape 对 它是戒指 我觉得小时候 小女孩都会很喜欢这样的糖 是 有声音吗 对 对 建立大奖 刚才其实我想问 你有没有想过 请人来帮你打理生意 其实我的餐厅里面 有员工和班儿在帮忙 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忙的 我就是忙着做主持 那 建立大哥 如果哪一天你要退休的话 对不对 我可以接班的 我很有空 玉线蝗虫 我就叫玉田蝗虫 玉田蝗虫 还是玉药蝗虫 都可以的 还有 黄金莲花我都可以的 适合 你适合 其实我已经订下了 订下了日期了 我已经订下遗嘱 我要退休 真的 很快 几月几号 而且我只订 黄金莲花你接 建立大哥 真的 提拔晚辈 对 日期已经订好了 2051年 我98岁的时候我就退了 那时候你接 2051年 所以建立大哥 你是不打算退休对吗 当然 退什么休 有的做就一直做 做到不能做为止 其实不只是建立大哥 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现在法定退休年龄 也有一些调整 在2030前 会逐步的从现在的62岁 调高到65岁 重新雇佣年龄 也会从67岁调高到70岁 从7月份开始 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 将会提高到63岁了 等一下 这样不是说 如果他提高的话 这样我们是要做到年纪很大 我才可以退休吗 没有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提高法定的退休年龄 这个重新雇佣年龄 并不是要强制我们一定要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到很老 就好像你看冰哥 他很热爱他的工作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这样有一个保障 比如说你的老板想要开除你 但是你还没有到法定的年龄 这样对你就是一个保障 他可以随便随便就开除你 对 如果我们继续工作 就是继续有收入 那我们可以累积储蓄 哪一天你打算真的我要退休了 也可以比较轻松地应对退休后的 一些生活的开销 对 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从今年开始 武术是要70岁的公积金会员绞交率 会逐渐地上调 到了2030年总共上调11% 你看以建兵大哥的年龄来说 怎么样 65岁到70岁 大哥 您放心 绞交率会从今年12.5% 上调到14% 对不对 好帅 对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同样的感觉 就是想继续坐下去 不急着要退休 可是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顾虑 那是不是说因为这个退休年龄的提高 是不是说意味着 那将来我们要领起这个公积金的入息 还得再多等几年 视频大哥这一点的你不用担心 公积金会员领起的入息 最低的年线没有改变 还像在65岁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么在5岁的时候 就可以从公积金的户口提取部分的款项 对 那就好 那我们大家 各位朋友 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再继续坐下去 对 正所谓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下一句是什么 前浪 死在 躺还是死 躺 躺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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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山太阳 躺在山太阳 错了 不是都太消极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下一句 前浪还想浪一浪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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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编曲 作词 成为 千水 二岁 像这样 我有話要講 給我一點酒讓我有勇氣 向你吐露我的悲傷 我不是沈默的羔羊 我也有夢想 但明天太陽升起 就在我的臉上 我一樣的散發光芒 高芒也會怒吼 沈默是一種力量 你是不是和我一樣 在現實中學會堅強 高芒也會怒吼 沈默是一種力量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在现实中学会坚强 我不是沉默的羔羊 我有话要讲 给我一点就让我有勇气 向你吐露我的悲伤 我不是沉默的羔羊 我也有梦想 但明天太阳升起 交代我的脸上 我一样的散发光芒 但明天太阳升起 交代我的脸上 我一样的散发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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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下个月就来我双骨岛客串 谢谢洛琪芳的爸爸 龙哥哥 龙亭光 谢谢 听这首《沉默的羔羊》 相信不用我介绍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电视剧 《双天至尊》的主题曲 对 但这首歌在播的时候 你几岁呢 这部戏其实害到我给老师骂 我常常跟老师说 老师 我要用十块赢你整个学校 被骂 我就常常被老师骂 有没有 但是我那时候在小学 小学的时候 在小学吗 因为那一幕太经典了 你知道吗 那先请你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一首歌要请你来演绎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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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戏名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顾的是《双天至尊》 那我们三位主要的演员要来到现场了 《双天至尊》其实是1993年就播出第一部 96年就第二部 又是20集 然后第三部还有2002年 总共三部 三部曲 所以这是新加坡第一部 以赌述为主题的一部电视剧 对 把整个赌场搬到我们的studio里面 其实我 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卡死我 因为我也不会读 每次在那边 哇 很叮这样 那个牌看什么 其实都不懂他们在讲 然后他演我妹妹嘛 他演猎懂皮毛 后人大哥是你老爸吗 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 当年的这个你们的那个舞 那个赌数有多厉害 这是连在一起的是吗 连在一起的 所以那些扑克牌飞来飞去 还有很多招式 好像时装武侠片这样 对 很过瘾嘛 那个扑克牌飞来飞去 然后一个离一张尖一张 那个是连起来的是吗 那个是用鱼线把它连起来的 所以你一丢的时候 好像刚才那场镜 你看我们丢了一下 丢完以后我跟素晨大哥就去休息睡觉 他们就要大概半个小时慢慢去收 收完又放在那个柱干那边 所以很多很多过程 这部戏很多很多等的时间 然后那个好像扇子这样打开 那个是有砖比较厉害的人做的 然后他们前面演 然后他们开 我们别人会做的话是自己做的 我怎么样演 手是别人的手 是吗 我的手放在这边 你的手在这里 前面有另外一张手在做 对 所以没有追到 那双手没有毛的 我的手是有毛的 不过有一些基本功还是要会 所以这位那是香港的动作指导 江道海 是 我们那时有学伞子 对吗 对 对 但是也是有很厉害 技巧的 对 它真的是前面网保牌条 对 真的 这个真的是可以有那个窍门的 有窍门的 对 然后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学一样 好像出名是那个lucky boy 他会变魔术的 回东就很会转牌 然后男星就很会表牌 因为他的力道 然后我又很会玩骰子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比较 学一个特长 然后我记得有一场 我男星应该在玩 玩骰子 啪 对面 啪 啪 我就那边玩出声 那骰子掉进去我衣服里面 我就打我那一下很痛 因为它飞嘛 那骰子 好像子弹一样 啪 其实他很快上手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有问江道海 谁比较就是学得比较快 是我吗 既学既旺 学完之后就回 拍完就再见 第二系列再来 要再学 太厉害了 第一次拍的时候 我们的景阵是搭得很好 我觉得很有气势 很有价格的 还有下一个赌场 然后我们就是在里面 就通宵达夜 三天三夜的通宵 大家给泪垮了 然后第二个系列的时候 他们安排很厉害 就说已经有经验了 就是今天我们拍一个大场面 拍完画面之后 今天专拍这边 这边演员回去睡觉 明天早上来就拍这边演员 那边演员就可以去睡觉 比较难忘的一场戏 就是跟孙生大哥 因为那场戏很累 刚才还说 对方在摇骰子 我这边可以休息 可是那场戏 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休息 为什么 因为我在摇的时候 荧幕上看到他也在摇 他在摇的时候 那个另外一个荧幕上 也看到我在摇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摇 摇了整个晚上 摇到真的是酸 摇到马上都出来了 所以我想起 我现在这边有一些后遗症 可能就是那时候 摇出来了 摇出来了 所以你印象深刻的 有哪几场戏吗 我深刻的有一场戏 是那个时候我跟男星 他那时候就一直要见他孩子 对吗 我是在里面 在窗前这样看出他 他在外面淋雨 那个时候真的我感觉到 男星很 很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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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讲话 很男 他没有讲话 他就在那个 男星在外面 拍了很久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就一直在那边淋雨 那时候我感觉到很 他感动 对 我感觉到很久 他拍了很久 甚至我知道是在拍戏 但是我都很感动 对 对 当阿姐说她穿什么婉装 没有 她除了那种华裔的服饰 很多的婉装 还有穿泳装 也是很漂亮的泳装 在赌场穿泳装 没有 我们看一下 有泳装 是吗 有 对 你进去那个 有你在吗 有你在 几毛 拿四条H给我 你们拍多久啊这个 拍到手中起 好像酸美这样的 哇 太厉害了 最糟糕的是 我不是很会游泳的 不会很像 对 都是片人 演员吗 对 对吗 我们都演员 很厉害的 每次什么都不会的 都要在镜头面前 感觉自己很厉害 艾水人很厉害 麻将很厉害这样 所以其实辛苦的不只是我们 当然是每一次我们丢牌 大概有五六幅这样一丢一扔 画面很漂亮 剪的人很惨 就在剪 真的 剪半天 我觉得以前的戏蛮好看的 我自己本身觉得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遇到一群很年轻的 大概二十多岁的 他们也来跟我讲说 酸天很好看 而且他们是二十多岁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还看 而且他们还觉得 很多异族同胞也喜欢看 是 因为认识我的一些马来同胞 跟印度同胞 只认识一个角色 叫这种龙挺国 所以 你看很矛盾 好的剧影响餐厅生意 不好的剧 餐厅生意好 但是收视率不高 是的 还有另外一部戏 也是一部大戏 也是大制作 潮州家族 是 他是1995年拉队到中国潮山拍摄 那个是后任大哥 你有演 我也有演 阿姐也有演 你也是潮州人 是 没有 那部剧的制作组 有很多人都是潮州机关的 是 素晨一定有的 曾江 素晨 曾慧芬 冯慧芳 很多人很多人 晶莹姐 晶莹姐 晶莹姐的 林依珠 林依珠姐 对 我记得那时候 曾江大哥是一个很小 像投机分子这样 曾江是一个米商 然后你喜欢他的妹妹 就是曾慧芬 对 然后他的二弟 其实是异地来的 是等大哥 对 是 然后他是为了要追到 他的曾江大哥的妹妹 然后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 对 连命都赔上 因为他对慧芬姐的这个爱慕 然后到后来你跟这个曾江 就是他的大哥 然后去做生意 然后背枪杀 很难过 然后就看到慧芬姐在那边哭 很难过那场戏 所以很可惜 这样就走了 才出现七集 对 精彩 七集是够 现在我回想起了 我记得好像素晨大哥 其实是喜欢慧芬姐的 对 他是喜欢慧芬姐的 然后是曾江大哥 叫他娶了我的妈妈 慧芳 慧芳 对 上一代很多这种交集 恩怨 恩怨 这个剧里面是绕着潮州人 潮州家族 所以潮州家族来讲 男的会比较 重男轻女 是吗 重男轻女 大男人 所以你在里面的角色是怎样的 我是属于第二代 然后我是一个曾江常常起冲突的 因为他是我们叫一家之主 然后我觉得女性不是应要 只要相夫教子的 我觉得女性可以传光事业的 可是其他家里 就是可能那些男的都不成才 然后就觉得我是比较本事的 可是他绝对不要把事情交给我 所以我们之间起了很多的冲突 所以你是属于有新思维的 是 美娜 这个是潮州大家族的 不是 然后有很多这种 大家 大家听吗 大家一起吃饭的 很尝尽过来 所以就是 能拍吗 这种吃饭的尝尽 然后我们拍的时候 我觉得为什么我想到那个吃饭 真的很多就是吃饭的戏 大家大家煮吃饭 一定会坐在一块 然后我们的道具 每次一出来的时候 彩排都吃到七七八八了 我们这些小辈是很少机会讲话的 都是一直在吃 然后我们夹菜 我们剩下骨头就是夹给那些苏晨大哥 惠芳姐 夹给那些人 然后他们演的时候拿到那个菜 是骨头 这样不敢不敢苏晨 他们每次坐着他们 吃饭戏其实很多笑话 对 尤其那个时代没有麦克尔威 饭臭的 因为他一点钟就去拿饭 对 笑一点就在餐厅买了 然后我们那场戏如果是晚上拍的话 时间太长了 对 它真的是臭得很臭 拍过一场戏就你会给我吃 我去给你吃 从头到尾都没吃 有时候我们在戏里面他说吃啊吃 对 吃啊吃 很毒 对吗 很毒 每次做这种事情 所以观众会觉得很羡慕演员 很多东西吃 拍戏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真的是给你好吃的冰淇淋 你能吃多少杯 是 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 对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艺人 上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 各个剧组 各个戏剧后面的一些点点滴滴 非常感谢 所以节目来到尾时 还是要再次有请文海 来给我们做一个压轴的表演 是 来听听这首主题曲 《潮水的诺言》 哇 欢迎文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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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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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悔恨 我的依恋 我的爱 你在怒海中 在满了一叶片酬 你的宽恕 你的微笑 使我永远永远 避风港口 谁潮起潮落 看风雨别换无常 也共度悲欢 谁愿心乱喊笑 牵手 而让泪潮起 付出凭肩流水 永远永远在你左右 我在你左右 我在你左右 我很多人都有 好 健病大哥 你是不打算退休 对吗 当然了 退什么休 有了做就一直做 做到不能做为止 其实不只是肩并大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现在法定退休年龄也有一些调整 在2030前会逐步地从现在的62岁调高到65岁 重新雇佣年龄也会从67岁调高到70岁 从7月份开始 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将会提高到63岁了 说得对